歡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財經節目 理財達人秀 我是李兆華 今天台股的量繼續創低量 又是一個農曆年以來的新低量 大家在觀望什麼呢 其實今天的大事情還蠻多的 今天晚上有CPI 只是三個月前大家都在擔心 CPI會不會壓不下來 現在擔心的是 CPI會不會一口氣降的太多 已經不是通膨了 甚至有人說要通縮有這麼嚴重嗎 景氣的前景到底如何 還有今天早上有什麼呢 川普跟賀錦麗的辯論 這個辯論之中 其實跟台股的族群是息息相關的 好 雖然現在低量 但大家不要灰心 因為低量正是選股的好時機 也是您打造未來現金流的好時機 好 來歡迎今天的三位來賓了 第一位是K線之神 朱家宏 朱老師 朱老師有發現一件事 大家知道嗎 我們的8月上市櫃營收 都是創下歷年最好的一個8月 要是現在是多頭 那就不得了了 有600多家年月雙增 早就噴翻了 可是今天 卻是各族群都派一些人來點放 幾乎沒有族群性 所以朱老師告訴大家 今天的量能低 不要擔心 為什麼 因為8月營收好嘛 8月營收好 我們來看一看 從線型判斷 線型不好的 你可以先放一邊 你等它一下 線型好 加上8月營收好 這不就是一個妥妥的好股票嗎 所以等一下 朱老師會幫大家做一個全面大見證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題材獵人 漢偉哥 漢偉哥也在關注晚上的CPI 當然下禮拜聯準會的會議更為重要 所以市場有一點觀望 但觀望的是什麼 是今天晚上的CPI 不能太低耶 太低市場會嚇到 所以漢偉哥等一下獨家拆解 到底現在景氣的前景怎麼判斷油價創下 三年來的新低 現在我們要怎麼做防禦 其實有的 台股有很多的好商品 漢偉哥的論文就是寫ETF 等一下告訴你 有沒有ETF在跌的時候 很抗跌 漲的時候也很厲害 重點是給你高股息 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產業趨勢專家 王建文 王博 王博今天帶來小太陽 什麼樣的小太陽 早上他在聽川普跟賀錦麗的辯論 順便練英文啦 等一下用英文來跟大家做簡報 他就發現好像是賀錦麗占上風 因為演講完之後 辯論完之後 美國確實也是給賀錦麗投下了贊成票 那到底賀錦麗會跟台股 哪一些產業有關聯呢 今天借文哥帶來了ABC 三個產業的小太陽 等一下來聽聽看 小太陽未來會變成大太陽喔 好 首先有請朱老師 你好 好 朱老師我們來了一個最強的八月份營收 如果現在是多頭是上半年 那不得了了 兩萬八就來了 可是現在不是這個態勢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用線型幫大家見解一下 有很好的營收 有沒有人是非常強的線型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搭配嗎 對 好 那行情隨時都會改變 但是有一點不變 就是大家每家公司的營收 大家都很關心 是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八月份 不得了 有684家 是連月雙增 月增連增 可見得我們的這些公司 這個表現還是非常的棒 但是因為受國際盤的影響 大盤暫時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 先看一下這些營收好 那總營收有到3.77兆 前八月營收都很棒 對 還不是只有八月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帶領大盤最重要 就是我們的前五大公司 是 前五大公司的收益 也都是成長的 全部都成長的 好 那在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知道大盤比較弱 是 那大盤弱當然都是這些F5造成的 因為他們的股價下跌 所以把指數給帶弱了 那可是他們的營收卻很好 可見得我們在未來 大盤如果要轉強了 這些股票還是很有 很有值得去等待 因為它會反映營收 那還是可以去鎖它 只是目前它比較弱 所以我們可以大致上看一下 那我們的加權指數 我在上禮拜來到今天 剛好一個禮拜 是啊 你固定禮拜三 對 所以最好算 那上禮拜三來是最慘的 跌了999點 就是那一天 對 就上禮拜三 也不夠就上禮拜三 對 但是所幸 這個禮拜就沒有再破低了 對 對吧 真的 一個禮拜都沒有再破低了 可是就我們技術面來講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也就是說多方在這裡努力地撐在這個地方 努力守住 守住 而且守了五天 一般來說我們守三天 就代表這個低點 有機會這個撐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那一天的最低點是二零九二二 所以短線上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支撐 而且大家也不要忘 那一天我們的跌這個九百九十九點是有量的 對 有四千八百億 五千億左右 接近五千億的量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可以說是一個量縮整理的格局 今天可能再破新低量 再破新低量 好 那短線上如果這邊支撐 可是如果反彈還是壓力很重 我們上面月線 季線全部都下彎了 所以需要一些時間去整理 那整理要在什麼地方去看 就在周線 因為我們周線上禮拜也跟大家講 剛好就是一個盤整盤 它剛好跌破了五軍 所以是一個盤整盤 整理把這些消化 該消化消化 還有一些消息面也給它消化 然後就容易往上攻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F4裡面 當然台積電跟大盤的走勢是差不多的 那天跳空大量 然後五天沒有跌破 所以它跟大盤是一樣 只要台積電在前面這個低點 不要再破的話 基本上台積電如果往上 也會帶著大盤往上 可是它目前是空投 所以壓力也很重 所以它漲的話 大家還是鎖骨觀察 不要急著去進場 當然我是講技術面的 所以是講賺價差 那你要長期投資 九百塊以下 像上次你的八百 接近八百 是一個蠻好的低階的一個位置 光大家要真的 對 傷了很多人的心 對 那現在它有個很重要 因為它已經接近前提 大盤還很遠嘛 還比較放心 那萬一這個233跌破怎麼辦 因為它今天收盤已經很接近了 242 大概不到10塊錢 而且它就是年月雙 真的代表耶 那基本上我們就來看 明後天或下禮拜的現象 昨天它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最接近這個低點 出了一根大量 那今天就稍微的止住了 也沒有大漲 但是它只在這裡 一樣跟大盤一樣 如果後面兩三天 都不再破這個低點 那這個233還有機會守住 那當然最需要 還要有一根大量上來 去確認這個轉折點 這個233最好不要跌破 大家 當然現在它不是多頭 所以應該大家不會去做它 如果做技術面的 但是如果做技術面的233跌破 它會再跌一波 因為這裡有一個底部的 圓弧頂的形態 這是最標準的 所以跌破會跌這個相同的幅度 所以還會有低點 是 因此我一直強調 我們去懂得它的基本面 懂得它的財報 但是你進場 還是要回到技術面 萬一你在這買 它再跌一波 你短線又被套得蠻深的 所以這個目前還是多看少做 好 以口達的線型來說 等到有一天資金回到AI這些股票 它自然就會表現給你看 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八月已經收了這個創新高的熱門股 這裡的確有不少好的股票 所以短線如果你要去做 我們上禮拜也講大盤空投 所以你的總資金投入在四成以下 那你要做多就去做現在這些好的股票 而不要去做那個線型還沒有轉好的 好 那這裡面有很多多頭的高檔 所以這個在盤整 其實藥花藥已經漲了很長一段時間 是的 那它在高檔做盤整 所以你空手的一定要等它盤整突破 再進場 萬一它跌破就變空了 好 那這些有些是底部反轉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下圖 是 那半導體裡面這個趨勢破底過高 所以你要等回來再 第二隻腳再做 這是多頭回檔 多頭高檔 多頭上漲 它在壓力的地方 所以不要再熱追 等它壓力過了以後再做 金融股的台心金最近也很熱門 對不對 因為它要去併這個新況性 而且聽說要再提高那個換股的比例 沒辦法 因為中性金出高價 對 有人去跟它搶了嘛 跟它搶新了 可是它的營收還不錯 它八月營收蠻不錯 可是你去看讀你會發現 尤其是今天 台心金是跌的 對 新光金是漲的 中性金也跌 對 要取人的兩個都跌 還是那個被搶的比較值錢 對 對 好 這一檔真的是被觀眾朋友 就是等到了 等到了 這一波下來很多觀眾朋友問 對 對 對 等到了 好 那其實它打底這一波已經多頭 已經走到以前了 那現在我們常講說多頭再高檔 那就等回檔 那它現在剛好回檔 是 那回檔的觀察也很重要 昨天還是黑K 是 所以今天一定要紅K 是 因為你跌的話 月線就會跌破 可見得今天這個月線也有支撐 而且還出量 這個大戶買 還在持續地買 那這支可以追蹤一下 如果它明天再過的話 應該這個一千塊就會破 然後就繼續再創它的高點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的底部趨勢它是多 是 好 這很玄 網路上有很多人去拍那種影片 來幫材料KY應援 還真的就判成多頭股 看起來有效果 大家這個盤比較淡 多用一點方法 一呼百應 好 那這個一看就是底部剛剛打底 好 這個是最低點 眼睛眼睛的是 對 這是第二隻腳 是 那現在它的高點已經過了 所以它趨勢已經完成 均線也不錯 站上了月線 月線向上 是 底部這裡有量 這裡的第二隻腳也有量 那它現在就剛好碰到季線的壓 所以今天的表現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碰到季線打回來 所以這地方可能在季線 月線這裡 還會做一個整理 那突破季線 就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切入的地方 那如果它明天更強 那就是過季線 拉回再做多 所以這支股票可以列入鎖股 那最近也是一樣大幅在買 投信也開始介入 因為它的價位已經回到低檔 所以比較容易有資金進來 好 這邊還有一些族群 那這個是連月雙針的 對 而且是熱門族群 那就是熱門族群 那機器人不用講 這一陣子大家都在討論 它是那個 但是還是要看一下 有些漲得太高了 它在震盪 在一個區間做震盪 那區間震盪的股票基本上是不好操作 你只能做一個很短線的價差 是 對不對 好 那多頭轉弱就是跌破月線 在我們技術面 多頭回檔月線是支撐 那跌破可能就會比較弱 所以你考慮的東西就會比較多一點 好 那有多頭回檔的 我們就等上漲 那也有綠人打底的 那我們就等它轉成多頭 好 那這些股票我們也來挑個幾檔 看一下 機器人這個都是 因為前一陣子機器人都很強 工具機也算是其中一種 對 它也是 機器人一定需要工具機 那這個就是一個多頭回檔 多頭回檔 我們就等它上漲 看它什麼時候會上漲 那還是一樣 我一直跟大家講 沒有確認 你不要太急於提早出手 大家都很想買低一點 那為什麼 那如果你出手 它跌破月線馬上就會轉弱 而且它前低就在這裡 這個空間太小了 如果你太早出手 它一跌下去 就整個的架構就會改變 所以我們稍微的等 讓它轉強了 確認了我們再介入 好 那這支股票也是回檔 跌破月線 所以我剛剛有講 跌破月線的股票就比較弱 所以這支股票你去買 這個109要注意一下 要過的機率就沒有這麼高 而且還是還爆個大量 對 這上面的壓力非常大 壓力大了 雖然趨勢沒有改 因為它前低沒有破 那你上了月線還是一個多頭 可是因為壓力大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這個壓力不過 你就趕快離開 應該不至於會有什麼賠錢 充電也有在注意它了 好 那這支股票也是跌了很久很久 很久啦 對 然後在這裡打了一隻腳 然後月線沒有上去 然後就被打回來 那這裡出現了第二隻腳 那這支股票叫做多頭 我在這裡可以教大家怎麼看 底部空頭變多頭 好 怎麼看怎麼看 空頭第一個一定會有一個反彈 對 反彈一定會有個高點 後面這個高點一定要過 所以你在反彈的高點 畫一條壓力線 好 很簡單 什麼時候變多就知道 對 你把這個過了就多 所以你看這兩天都上你線 都沒有過 表示這裡還是有壓 所以現在它只是底底高的盤整 還沒有過這個高點 第一個這叫趨勢 那過了以後呢 如果能夠上季線 那當然更好 那上了季線以後 我們就可以鎖它做多 是 就回後買上漲盤整突破 我們就可以鎖股了 所以在這麼多的業績 好的股票裡面 還是有很多在操作上 要注意的地方 是 有的是底部 有的是高檔 那你在選好的股票 都要注意這些技術面的切近的位置 你才能夠進場 是 好 還有一檔 汽車零主線 其實跟剛才一樣 這個叫反彈 是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個高點 是 那這個跳空 所以它是多頭 是 它是多頭的橫盤 你看沒有 一二三四四天沒有過高 所以這種股票也很簡單 過高就轉多 是 過高也是多頭的進場位置 它也在月線季線上 而且這邊也開始在放量 是 所以大家也可以鎖一下 好 汽車零主線也是最近 比較整齊的族群了 這邊非常謝謝 朱老師